hello 欢迎学习爬重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就是用正字表达式的方式 去匹配抽我们股市文的小案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来布置一个正的作业 这几个我们要布置的作业 是用正字表达式去爬取什么 我们球是百科上面文字版的这些数据 这些文字版的这些数据 也是非常简单 大家的话也是按照我上几个的那种方式 去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 是已经把这个代码已经给写好了 然后真的是跟上次跟机不上都是差不多 而且这个作业的话也更加简单一点 那么我们这边来用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在这里面 我现在是获取了实验的段子数据 那么也是采用正字表达式的方式 因为你要用点心的话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加上i.s 必须要加上i.s 好吧 或是这个i.s 这个i.s 这个i.s 这个i.s.net 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是i.s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i. 到 跟这一样的 好吧 只不过这种点s的话 它是它的一个简写 一个简写形式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就是在科学里面 把这一个作业自己去玩了一下 把自己玩了一下 实在不懂的话 实在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代码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吧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